是 士承 好了 不要这么着急嘛 咱们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甄科长 甄科长 快出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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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科长 快点 甄科长 这不在院子里呢吗 是刚回来的吧 甄科长 你跑哪儿去了 冯小麦一直在找你 我刚出去转转 要拿着了 拿到了 甄科长 走吧 甄科长 你怎么脸色有点不太好啊 那我们走了啊 好好好 小麦 快点 回去啊 快点回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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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快回去 小麦 上次回去 刘厂长没说什么 没有 小曼 刘厂长没说烧饼好不好吃啊 他说好吃 他吃了好几个呢 对了 他说谢谢您 谢谢什么呀 几个破烧饼呢 我和阿辉的事 肯定是这小子蒙出去的 总指挥 这张图 不但有监区分布 还有共军的助手标志 这张图 太好了 有了这张图 我们对新锦平 就能够了如指掌 这样 就能确保我们的行动成功 阿辉 你辛苦了 省委啊 他组织个阴谋报告团 非得让我去 我这个 这个我推了半天 我也推不掉 程部长呢 还把我臭骂了 你说 刘厂长 程部长骂得对啊 这把脸上贴金的事 哪有往外推的呀 对啊 刘厂长 您应该去 谦虚使人进步 刘厂长要是能拒绝的话 火开也是一种高姿态 我喜欢你 你知不知道 大傻瓜 那种场合太不安全了 我还要把你给了 船长帝 和他用日子 你会给大家看 我都应该来 我认真 你会给大家看 你会给大家看 炫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当着大家的面 我求你件事 你帮我写一个演讲报告 行不行 好 好 嗯 不信 必须把刘千敬干掉 否则 太精彩了 新鲜的精彩 摘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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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姑 那边有个老头说要见你 娶老头 我倒万不得已 他更会来的 这位大哥 快里边请 里边请 报告 你怎么回来了 干什么呀 我没事就不能来呀 你有什么不能 你是上帝派下来的 坐吧 什么事 你说你根本就不能坐这儿 听我说话 不想说 你笑得真难看 这样行了吧 拽着 来呀 周干事啊 小周 周元 周干事 周周周周 周周 周一周周 我跟你说话吧 说实话 这个小赵同志 我这个 我不知道管你叫啥何事 人的名字啊 不重要 关键是怎么叫 对方是谁 什么场合 好 比如像你吧 你叫我的名字 是严肃的 还是生硬的 或者是说 温柔的 亲切的 这里学位还挺大 那你最喜欢别人 叫你什么 苍蝇 没事 那你觉得我叫你 什么合适 你还是叫我小周吧 但至少要亲切一点 行 小周 你来找我 什么事啊 算了 不难为你了 你不是说 让我给你写发言稿吗 你这个也就不礼貌了 是 我这心里不舒服 我请你帮恶忙 我这长长就变成哀了 你这成何体统啊你 又来了 你给我站住 行行行 下不为例啊 就这一次 你坐坐坐坐 你坐着 坐着 好好吃 说吧 你想让我怎么写啊 我 是我 是我都想让你怎么写 我要能写出 我还用你吗 领导让人家写发言稿 那你得自己提思路呀 那你说让我怎么写 我我忽然写一切 写成了自己的想法 那你这一看 根本就不是你想要说的 那不就白写了吗 关键 那不是耽误你的时间吗 你好好想想吧 对 那倒是 对 对 咋写 算了 那你就跟我说说 你原来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就行了 你怎么办 阿姐 一个通车典礼的大会 刘前进也在 正好趁乱下手 这个任务交给你 暗杀刘前进 我呀 从小梅家是个孤儿 吃败家奶长大的 有一年啊 老班长到我们村上去 去挣军粮 我就跟着他前前后后的 跑着玩 跑了有五六天吧 老班长大 老班长就喜欢上我 然后跟那个部队首长说 这小子 挺机灵 又是个孤儿 到部队上来吧 部队首长一看说 行 那就来吧 就这么着我就打了 部队 又过了几年 我呢 也长高了点 然后我就对连长说 我 我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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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要 我要打仗 连长说你 是 你小毛孩子 你打什么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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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想什么 我有本领了 我 我说你看前面 前面那棵树 有五十米远 我一枪就给他打仗 你信不信 连长说我不信 那我就把几位枪拿过来了 哗 想他打一枪 打着了 哇 连长一看傻了 你小子 你是懵的吧 你再打一枪试试 我哗 哗 哗 枪又打中 你再打一枪 哗 哗 打中了吗 当然了 我说连长 我不但这个枪法好 我还有别的本事呢 那连长说 你有什么本事啊 我咔就把几位枪拿了 咔咔咔 几下我把枪给拆了 我哗 哗 我给装上 哇 连长这人可真傻了 说这个刘千年 想是个当兵的料 啊 这要是不让他当兵 那就可惜了 哎 于是 我就上前线了 那你 这些都是跟谁学的呀 那哪个部队里也没有沈枪手 我要我就天天缠着他们 让他们叫我打枪 擦枪 装枪 一来而去 我就成了沈枪手了 哎 等等 那第二天 连长到底把枪给没给你啊 给了 那不过那阵我 我个儿不高 给他 给我一支小马枪 我就天天背着他 他他他他 我就跟在他屁股后面 他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他要不在呢 你就把我交给老板上 我这个 哎 我这个 我不但咱们 这个枪打得好 咱作战咱也勇猛啊 哎 哎 你跟老板上说啊 这个刘前进那个小子 那一听见乡上一上前线 那眼睛躺着一下就瞪起来 学花就往上冒 哎 那这就跟你似的 现在跟小牛犊子一样 哎 那我怎么听老板上说 好 没想到 我一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放了 你看 整顿社会治安需要人才 祖国建设需要人才 你能这样 我的脑袋我就 我就转了一下 我就想明白了 我把这个监狱的工作 我就当成了一个战役 你想想咱们这一路上 咱这个经历了千山万水 押着这么多犯人 来到了这个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的这个新近平 那用程部长的话说 那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壮举 我听着 我高兴啊 我 我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 比打下一场战役我还要羞 那 那 未来你是怎么想的呢 未来呀 未来我还真不好说 你会唱国际歌吗 会呀 我是山东人 我老家在山东 我们老家那个旅剧啊 我爱听 我也爱唱 但是我到了队伍上之后 这个文化教员啊 教我唱国际歌 我第一次听文化教员 教我唱这歌 就把我给震住了 我唱歌 起来极寒交迫的奴隶 极寒交迫 你懂啥意思吗 你不懂 你不可能懂 我太懂了 哎呀 冷可恶的滋味啊 第二句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受苦的人 当然 你不是受苦的人 因为你们家有钱吗 没吃过苦 就这钱两句一出来 你看 那个调 那个词 我 我这全身 我这毛骨 咔咔就炸起来了 雪 胡拉下 就倒到门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第三句就是 满腔的热血已经飞沉 你说这写歌这人啊 他就像好着我的脉 在谁一样啊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大国落花流 谁奴隶们起来起来 去大国落花流 还不得了 你不得了 混血 不得了 有质 你不得了 再一次 你不得了 我可以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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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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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这玩意儿 我扫门的 我不用这玩意儿 我扫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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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你 你 我扫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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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辉啊 她怀上你的孩子了 阿辉啊 她怀上你的孩子了 阿辉啊 她怀上你的孩子了 你别在这儿蒙我 等阿辉回来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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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老是蒙我蒙我的 还有完没完呢 自己去屋里待着去吧 我没工夫跟你先摸牙 阿宽 我问你个事 阿辉去哪儿呢 回去了 阿辉啊 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啊 她真的回去了 这 大姑都送到车站去了 你行 好样的 你这脸露得不错嘛 听说反应还挺强烈 那是 我刘千金可不是白给的 战场上凭自刀我都不怕 这冻冻嘴皮子有什么呀 臭小子 吹牛都吹到我这儿来了 贺鼎红有没有什么动静 目前还没有 那你得小心 还有那个参谋司长的事 你得抓紧时间办 明白 明白 咱们这个阴谋报告团的反响啊 影响特别大 好几个单位啊 都要请咱们刘厂长去做演讲呢 你都别提了 刘厂长 你就不应该让我给你写什么发言稿 你看人家刘厂长上台后 也不用拿稿子 也不用拿话筒 按自己的思路一讲 我觉得其实你讲的 比我稿子上的内容更精彩更动人了 那就是 刘厂长那是天生有才 啥才呀 皮才 说实话 我觉得这耍嘴 嘴皮子这个事 也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诗诗啊 你不是在锦平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怎么不吃东西啊 我这气啊 我今儿特别高兴 你你你 来一段来一段 喊料嫂子 喊料嫂子 喊料嫂子来一段 来一段来一段 来一段来一段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我有点着凉了 咋咋唱不了了 那那里找大夫看啊 是啊 厂长 我有点发烧 要不然我先走了 看医生 要不我送你啊 不用了 帽子 都在哪儿 看我这儿什么来了 郑阁长要走啊 我有点发烧 你们先吃吧 看 六叔子老外干儿 尝尝 郑阁长 又要找我谈谈 这给你 晚上 这俗话说得好 来 是酒过三选哪 干吗 你刚喝完 还喝那么多呀 哎呀 高兴嘛 来 柳厂长 有人给你保驾护航了 小猪 来 你替厂长多喝点吧 来来来来 行 让我喝点 啥呀 这酒又不是甜水 你个孩子 柳厂长发现多了呀 对身体不好 少来一点 我今天高兴 我少喝一点点 来来 柳厂长 来 多吃点菜啊 小玉姐 你光看着干嘛呀 你得喝点 我都喝了 我干的事肯定被发现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来看看 多吃点菜 漂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 夏宇 你喝的已经不少了 到 这笔墙 我是替文大集合的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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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了 文杰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 滚小雨 喝太多了 喝 喝 喝 来 老老老老 走走走 好 行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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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会 是 我 我替笑语敬他这一杯 刚才他有点失态 去你妈的 侯主文 啥叫失态 你了解关小瑜吗 你理解关小瑜吗 她那是为谁苦 她是为文杰调的来 啥叫失态呀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姐妹卿 啥叫失态呀 你懂不懂湛永卿 啥叫失态呀 厂长 厂长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千金啊 我和小瑜同志 马上就有结婚了 我是最了解她的人 她确实喝多了 有点失态对不起大家了 让大家见笑了 让大家见笑了 啥叫失态呀 什么叫见笑啊 厉长长 你别慌 你别慌了 厉长 你别慌了 你说啥呢你 你喝多了 厉长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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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起来 你起来 别打了 你长长 别打了 起来 厉长 你别打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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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起来 别打了 去 你 刘贤静 你久得太差